这个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地方变成二维串列 就把串列再放到串列里面去 不过是有点难度 所以会变成多一个List3 再把List2全部再放到List3里面 再执行Excuse Many Excuse Many 是一个语法的话 你会发现里面就可以用问号 几个栏位的几个问号 其实相对的好像感觉有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感觉 不过还是有点蛮复杂 所以这个方法请供各位参考 如果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再练习 Excuse Many 两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语法 一个就是二维串列 给他就可以了 你想说 这个其实我本来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操作 为什么知道 其实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也都是根据官网而来的 因为官网上面都有这个说明 比如说我想知道 CQC里面有没有更有效率的写入方法 他里面就有写 他就讲到是Excuse Many 所以我就从里面去查 跳这个东西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Excuse Many 在这里 他这边就有相关叙述 至于使用的方法 刚开始我不太懂 所以我就直接点他这里面的相关说明 然后看一下他里面的相关说明 再去了解一下 该怎么去操作 我记得好像我在这边底下有看到有一个 而且他这上面的话也都会有相关的 这个范例 所以我就利用他提供给我的范例 去做实作 Excuse Many 大概类似像这些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许可以再多多了解 CQLINE里面其实还有更多东西 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点选这边 其实就是哪里呢 其实就是官网上面之前跟各位讲 因为他现在提供那个中文的吧 所以如果你假设看这个看的不是那么好理解 你干脆把它改成中文的 CQLINE 或者是从官网里面标准韩式库 其实我也是从这里下 他这里下就有一个叫CQLINE 往下找 就是一堆清单 其实并没有规划得很清楚 CQLINE 大概就在这里面吧 稍微找一下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看就是说 底下如果我要做查询的话 像你们现在 比如说去那个便利商店 那为什么知道你要领的那个 领的那个三倍券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 他有时候会刷一下条码 那其实刷一下条码的话 有点像刷你的ID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身份字号 那因为身份字号是唯一的 所以他可以从唯一的资料 帮你去查到你这个人的相关资料 然后再把那个三倍券给你 那给你之后的话 也许他就是在资料库里面呢 再把它做一个 就是那个记录里面再用update update什么 你的状态 状态有领取跟未领取 也许他也许跟健保局连线 就直接去update那个健保局 与他那个官网上面的资料库的状态 那这样就表示你已经领过了 你就不能再来领了 ok 背后其实都是用资料库来处理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做 第一个如果要查询 假设我们现在是一查slate的所有frommember01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改一下 我希望改一下该什么呢 改成请输入编号 那我是怎样 把那个编号 有点像扫条码 也是这样 扫条码 其实一样就是 上面的条码其实就一连串的数字 就跟你打键盘的数字是一样 只是会省掉很多麻烦 有没有 条码就是直接帮你输入那些数字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输入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怎么样 改一下 改什么呢 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是有点像x 请输入什么 查询编号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请输入那个查询编号的话 那我这个程式该如何改 其实主要就改什么 slate这个语法 请输入编号之后 后面的话 本来的语法是slate from member01 后面特别重要 你可以加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还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说你要做什么 做这个资料的查询的话 或者有点像是全文 类似全文检索查询功能的话 最重要就是用什么 后面有个叙述叫will will后面的话 你可以带一个栏位名称 因为我们的编号是放在a 这个栏位里面 所以a如果等于什么 后面这个数字 串一个什么x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个编号给带出来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模拟有点状态 请输入那个编号 假设我少条码b 然后就是输入26号 然后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帮我把什么 把26号的这个人的资料给带出来 有没有 比如说你们去那个饭店check-in的时候 他也会跟你要 要你的身份证 或者是身份字号 他为什么可以查出你有没有订单 记录 那一样查 有那表示你已经有订房的记录了 有没有 他就可以针对你这个资料 再去给你房间 如果一查 没有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就是有问题 OK类似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身边所有的东西 都跟资料库有关 举凡什么呢 十一柱行 所有一切 你看到你想得到的 背后的资料 通通放到资料库里面 OK所以你会发现 资料库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身边少了这个资料库 很多事情大概就没办法 正确的被运作了 OK 比如说你去什么 你去停车好了 一扫 B 有没有 他现在都车牌辨识 辨识完之后他做什么 第一个 他就记录你的入场时间 有没有 然后就开始算钱了 就放在哪里 也是放在database 他其实就是有个database 有个table 然后那个table栏位 可能就是第一个车牌 第二个你的入场时间 第三个可能什么相关讯息等等 不过栏位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第一个一定是车牌 而且车牌是唯一的 然后入场时间 等到你要出场的时候 那你做什么 你去查 然后你要什么 就离场 他帮你算时间 就是你现在的时间 去减掉你那个入场时间 的时间有没有 他帮你算出 你的那个total的金额嘛 那你就缴费 缴费完之后 你的状态那个地方 缴费 那你出场的时候一样少 就可以出去了 如果你假如出场的时候 忘了缴费 那就不让你出去 可能你就要用其他方式付费 类似这样 有没有 里面到底做哪些事 不外物的查询嘛 不外物 你进来就新增嘛 状态就update嘛 如果说你确定这个人的资料放很久了 都已经不需要了 那你就把它delete 或drop掉 有没有 所以一连串的话 背后呢 都是资料库在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资料库蛮重要的 再来的话呢 除了我们可以查询 所以特别注意 查询的籍具是这样 会有哪一个栏位 后面给他一个条件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查什么 查那个会员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想要查某个会员 但是我只记得 他那个会员的那个名字里面 有哪个关键字 比如他姓李 那个李先生 但李先生 我不知道他李什么先生 可是这样怎么查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 请输入姓名关键字 那特别注意哦 那你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找李先生的话 你就输入个李就可以了 有没有李先生 enter 有 然后 请问李先生吗 你是李 那这时候你要猜到他哪一个 看年龄 看血型 是不是 看不出来 比如说你是李 李荣光先生吗 他说不是 反正就三个 猜猜看哪一个 一定可以猜中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针对呢 那个姓名的关键字 特别说 姓名它是一个文字 对不对 那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一个文字的话 请特别注意 会有那个栏位 它后面的 所带的那个 比较的运算值 你就不能用什么 不能用等于 等于的话呢 可以用数字 但是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那记得哦 后面的比较运算值 就要用like like哦 OK like 那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哦 like 我们原来写是这样 like 那底下的话 这比较麻烦 like后面的话 那我们以前是什么 再串接一个X在后面 但问题来了 如果呢 他姓李的话 那你一定找不到 因为like李 可是问题 他的全称刚好就是说 他的关键字里面有个李就好了 诶 那可是你这样的叙述是说 那个人的名字就叫李 所以哦 如果你要查 你要全名哦 如果没有全名的话 那是查不到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变成 所谓的那个什么 不不不 还有个地方 这个比较麻烦 前面单引号 加上后面还有个单引号 OK 所以哦 如果你要查文字的话 非常麻烦 怎么说呢 因为文字我讲过 前后都要单引号 把它夹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单引号 跟X 然后呢 后单引号 那可是这样是查全部哦 可是如果你要变关键字的话 记得哦 还要在单引号的里面 再加上万用字元 什么叫万用字元呢 就是说哦 不管他的开头是什么 也不管他尾巴是什么 只要他中间有出现某一个关键字 就帮我把那个字给带出来 所以特别说 在单引号的后面加一个什么 百分比符号 在后单引号的前面 加上百分比符号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万用字元 就是说不管什么字出现 反正只要有中间那个字出来的话 就帮我带出结果 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如果将来你要查一些资料的话 有没有 你如果没有精确的那个讯息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查到你要的东西 OK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拿我上面的 记得把这个delete掉 自己重key一遍 执行一下 如果要找姓林的好了 换一个 林 有没有姓林的 有出来了 有没有 总共四个人 特别注意哦 最关键的地方哦 这个串接哦 后双引号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即便拿那个云端上面的 记得哦 先什么 加一个单引号 这个单引号是 指的是 那个你查的那个名字的单 就是前单引号 串接 一个x 在中间 然后后面记得要再加一个单 后单引号 那这个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文字的全部哦 那如果你只要部分 那记得哦 在单引号后面加一个百分比符号 在后单引号的前面加一个 前前面加一个百分比 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关键字查询哦 那试一下这个我又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第五十页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查询部分的话 其实衍生的这个动作哦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啦 那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把资料放资料库之后哦 你将来呢你就可以利用那个资料库的 这个 刚刚的那个会有的叙述哦 查到你要的相关资料 那你如果要建 做一些报表 出来的话 那当然哦 就可以从那个资料哦 资料库里面捞你要的资料哦 把它这个这个抓出来哦 试一下哦 viv这么多啊 的 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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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